街上最强的男人竟然转性变成了萝莉 指引我收下的五个女徒弟 各个都是武功高强的变态痴女 做起事来堪比炸之鸡 为了保住我岌岌可危的两个妖子 我毫不犹豫就一口喝下了 转变性别的魔法钥匙 想当年我作为光明神的象征 降临这片大陆 坐拥无数教堂和信徒 靠着无穷无尽的信仰之力 从百草原砍到三位书屋 几乎把整片大陆统一 雕鬼斜碎更是退到边境之外不敢再来 可惜这两年突然就和主神断开了联系 自身的法力不断地消散 再加上五个徒弟疯狂吸食我的惊气 我自知这个位置已经坐不下去了 魔族的那些人知道以后 必然要一举攻入帝国 我也是时候该隐退起来 顺着最隐蔽的小巷 我一路走进了神秘炼金商店 老板 我盯制的改变容貌的药水 到交货时间了吗 老板娘一脸妩媚地看着我 当然了 客人您请稍等 此刻圣殿泳池中 有五个容颜绝世的女子正在沐浴 大徒弟心爱被二徒弟水儒子 直接毕宫在墙上 一向淑女冷静的水儒子 此刻也是不耐烦地询问 心爱师父的心中 五徒弟看着眼前刺激的一幕 脑海里不自觉地对师父浮想连天 三徒弟疯膛看着脸红心跳的茯灵 直接就从后面抱上去 还在旁边不停地输出 哨而不疑的知识 这时心爱和水儒子 投来了一个冰冷的目光 我说你们很闲吗 是不是师父不在最近过得太滋润 三徒弟一下就躲进了 四徒弟慕慕西的怀里 不愧是我所有弟子里 心胸最宽广的女生 慕慕西一边安慰两个萝莉 一边退出了这个修罗场 水儒子开口说道 师父最近总是有意无意地躲着我们 这次倒好直接就消失了 你最好老实交代师父失踪 和你有没有关系 心爱也强势地捏住了水儒子的脸 既然你自己都察觉到了师父不对劲 那你有没有想过这是他的问题 这么关心师父怎么不自己去找找 别总是用你的脑子去揣测他人 水儒子一时之间也开始怀疑 似乎心爱真不知道师父的下落 可这正好就是心爱的圈套 经过前几日的调查 师父的法力已经流失到生活不能自理 师父啊师父 要怪就怪你自己把弱点给暴露出来了 今晚我就要让你变成我的宠物 就在另一边我竟然直接从高空坠落下 真是可恶 现在连最基本的飞行术都不能维持了吗 还好我的药水没有摔坏 没想到我堂堂神明化身 也要改头换面狗起偷射 好在现在还有五个功法高强的徒儿 能够保护我的后半生 只是最近光顾着定制药水冷落了大家 这个时间还是偷偷从后门回去吧 免得引起众怒 结果我刚刚推开大门 就看见了大徒弟心爱已经叙事待罚 卧槽 大徒儿你这是要干啥 因为这个世界上最强的男人 竟然被迫转性成萝莉 只为躲避我那五个如狼似虎的痴女徒弟 大徒弟心爱更是日夜不停地调查我的状态 得知我法力消散之后 直接把我堵在了城堡大队 师父 人家等你等的好苦啊 你终于是回来了 我慌慌张张地扭过头去 这个该死的逆徒何时已经变得如此大大 这大徒弟本就是魅魔出生 再加上这么妩媚的话语 我已经血脉喷张快顶住了 话说师父你这段时间去哪里了 卧槽可是很想你哦 心爱趁我没注意 直接就把项圈带在我的脖子上 我的好世尊 这下你就逃不掉了吧 可恶 你这个逆徒 欢迎师父回家就拿项圈套着试吧 再这样为事可就不客气了 心爱文言反倒是露出了一脸戏谑的表情 师尊您这是在迁就徒儿的胡闹吗 还是根本就已经无力反抗徒儿了 要不然您为什么自始至终都是在用肉体反抗 一点法术都没有施展 我不禁心头一颤 坏了 这个家伙肯定已经发现了我的事情 下一秒 心爱绝美的脸庞就凑到了我的面前 您就老老实实地待在徒儿身边做徒儿的乖狗伯 徒儿不会亏待你的 我立马就指着后面大喊 谁如此 你怎么也来了 心爱当即就锁紧了眉头 随后又光速变脸 谁如此你听我解释 我只是在 话还没说完心爱才发现身后根本就没有人 而且我已经趁着这段时间的功夫逃走了 我一点时间也不敢耽误 立马就掏出了变身药水 没想到这一刻会来的这么突然 即使是我这样强大的男人在此时也是犹豫 毕竟炼金师老板娘说过只要喝下药水 就再也便不回男儿身 突然一柄重剑直接就穿透了地面 心爱一脸潮红地看着我逃跑的方向 我的好世尊 你真以为今晚能够逃出我的手掌心吗 坏了 这个家伙这么快就追上来了吗 看这个样子今晚要是给胆住了 十个腰子都不够用 下一秒我拔开瓶带就一瓶气全部喝了下去 突然间我只觉得心脏剧痛 随后吐出一口82年的老血 这个药水不对劲了 为什么会这么难受 这个死妖婆不会卖的是假药吧 我的身体似乎是变小了 话说两腿之间为何变得空旷 身上就好像有火焰在燃烧一般炙热 心爱这时也赶到了我的面前 可恶 这个小孩身上为什么会有师尊的味道 话说这个小孩似乎和师尊有几分相似 卧槽 为什么胸口还是软的 这时我迷里糊糊地睁开了眼睛 世界上最强的男人竟然转性成了罗莉 只为躲避手下五个如狼似虎的痴女徒弟 结果没料到 变成娇小罗莉的第一个晚上 就被大徒弟奈希压在了身下针槽不恐 圆月当空夜色一身 此刻一间富丽堂皇的卧室内 虽然我已经醒来了 但是还处在一阵晕眩之中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话说是谁在压着我 勉强坐起来后就看到了不得了的东西 这是谁家的罗莉怎么这么可爱 难道说 卧槽 老子我硬邦邦的凶肌跑哪去了 怎么会这样 难道说连我的兄弟 糟糕 这个杀千刀的老板娘 我怎么变成这副模样了 连我的兄弟都杀 此仇不共戴天 还有这个奈希为什么会睡在我旁边 现在处境危机 没想到我堂堂神明化身 会落在这个下场 看来是昨晚晕倒之后 被这个逆徒带回 现在没有魔力傍身 简直是太危险了 必须在他醒来之前逃跑 我的脚材刚踏出两步 就听到身后一阵轻笑 小家伙你是想逃到哪去 这不孱弱的躯体 竟然被人轻轻一拽 就倒在地上 完蛋了 看来必须直面恐惧才行 我昨晚好不容易把你救出来 你现在倒好连句 谢谢没说就打算逃走 你就是这么报答我的恩情的吗 犯困子小鬼 维师平时是这么教导你的吗 这个语气让奈希浑身一阵酥麻 随后我的巴掌 一个接一个的招呼下去 我让你给维师套向圈 我让你态度嚣张欺世灭族 什么犯困子 随便乱取名字 当维师是你领养的小狗似的 奈希两眼泪汪汪 不是 你身上带的瓶子写的 不就是这个名字吗 我也是好心把你带回来 怕你被坏人带走 那个药水瓶子上的古语 难道被这个蠢蛋 当成我的名字吗 可恶 这么说来 难道他根本就不知道我是谁吗 下一秒奈希回过神来咬牙切齿的咆哮 你刚刚说逆图和为师是什么意思 我师父可是这片大陆的传奇 所有人都敬仰了神明化身 你这个小鬼倒好 居然还敢自称是我的师父 当才那个惩罚动作 居然还让本小姐失神了 妹某小姐你先等一下 既然我们都不认识 你为什么还要带我回来 怎么了还要装傻吗 你这个小鬼天生妹 你难道不知道你这副身体会祸害苍生 当然了 本小姐带你回来也是为了保护你 作为交换 你就一辈子留在这里的 这个奈希在说什么 可恶 耳朵被吹得好雅 不行 绝对不行 小丫头你不要欺人太甚 什么狗屁天生妹 我是不可能屈服于你的 就在另一边 二徒弟星野兰出动圣骑士军团 寻遍了附近的所有村庄城镇 也没有发现我的踪迹 奈希那边有什么异常吗 她最近在古堡做些什么 身后的小修女紧张地回应 奈希大人这几日没有出过古堡 但是古堡的守卫增加了不少 就算是我们的线人 都很难传消息回来 师父消失至此 这个妖女真的会坐以待毙吗 可恶 不对劲 此事必定有蹊跷 只怕是被这个妖女瞒天过海 冰堂 立刻派圣骑士前往古堡 不要放过任何风吹草动 该死的妖女 你到底是藏了什么秘密 命化身的最强男人 竟然转性成了白毛罗粒 意外转变成了人人贪恋的天生妹子 结果才第一天就被徒弟压在身下 做了一些不可描述的事情 一时间我自己也竟不失去了意识 等我回过神来 刚才那一幕幕疯狂的画面 不断浮现在我的脑海里 为什么我的身体不受控制 你你你 你这个逆途对本座下了蒙汉钥匙吗 奈希马上就堵住了我的嘴巴 你自己天生妹子 被注入魔力之后自然是这个样子 别这么大声说话了 刚才运动了这么久 你这个小身板肯定也饿了 你在这等着我给你准备些食物 现在变成了人见人爱的体质法力 还完全丧失了 这下可惨了 本打算安安静静地度过后半生 看来是不可能了 现在这副模样要是让人知道 我就是神明化身国家的传奇 那岂不是要被人给笑掉大牙 奈希应该不在这附近 先逃跑再说 等自由了肯定有办法摆脱这个倔境 突然一把飞刀破空而来 直接钉在了身后的木门上 我刚想开口解释一下 又有几把飞刀冲了上来 犯困子小鬼 你这是想跑到哪里去 什么跑你别乱说呀 我只是在到处逛逛 行吧 那正好你把这碗饲料给吃了吧 奈希丢过来一碗 称是饲料的不明液体 这是本小姐赐予的晚餐 你就心怀感激地全部喝掉吧 卧槽 这碗东西看上去就不像人吃的 还说什么饲料 这个该死的匿徒 真的把我当成是宠物了吗 看着我犹豫的样子 奈希一脸坏笑 怎么了 犯困子还是个挑食的小孩吗 看来要我亲自喂你才行 说吧奈希一脚直接伸到了碗里 还吧 把我脚上的粮食吃干净 这可是主人的恩赐 神明化身难道真的要吃吗 看上去毫不卫生 吃了会不会拉肚子 但是不吃的话 又不像一个小女孩面对宁威的样子 算了豁出去了 奈希突然就把脚收了回去 叫你吃你就吃 真是个下贱的小鬼 我顿时就一脸猛逼 不是你叫我吃的吗 我这个蠢蛋徒弟 该不会精神分裂了吧 结果下一秒奈希两手一挥 就变出了一桌好酒好菜 刚刚只是在和你开玩笑 当当 这些就是我给你准备的晚餐 看来是实锤了 这个该死的匿徒 真的精神分裂了 等等 不对劲 太不对劲了 这些食物里 竟然全是我平时叮嘱爱吃和不爱吃的 难道说 他是想借此来测试我的真实身份 刚才生气也是因为 我做出了如此卑微的行为 奈希不耐烦地拍了拍桌子 怎么了赶紧吃啊 还是说这么多好吃的 都不合你胃口 果然这个秘途 是在确认我迷加利的身份 但凡我下意识地挑着习惯 吃起来就要遭殃了 还真是人心显恶 作为神明化身的 我竟然差点就上当了 街上最强的男人 竟然转性成了白毛萝莉 结果第一天就被魅魔徒弟 做了一些不可描述的事情 因为奈希怀疑 这个白毛萝莉 就是他朝思暮想的世尊 眼看差点就要踩进 这个逆途的圈套 我立马就壮着胆子走了上去 在主人用餐之前 我一个小小奴仆 怎敢先吃 说罢我就一把脱光了身上的衣物 还把各种山珍海味 摆在自己身上 不要脸地恳求奈希对我下手 结果这些卑贱的举动 当即就惹怒了奈希 你你你 你这个小鬼还真是不要脸 眼看计谋得逞 我甚至当着他的面 哼起了小曲 毕竟我早就知道 这个奈希有严重的感情截癖 在他确定我的真实身份之前 所有的行为 都只是在虚张声势 本蛋魅魔 也不想想我 为什么能当你的师尊 此刻奈希也拿不定主意 这到底是哪里出现了披露 这个小鬼该不会 真的不是师父吧 但是下一秒奈希邪魅一笑 罢了 就算是造诣再高的变身术 也不能改变肉体上的某些特征 不说把他一把派在桌子上 犯困子小鬼 我看你身上的衣物有些破 不如我们换一套新的吧 下一秒他就朝我递过来 一套贴身衣物 好家伙 这特么哪里是要给我换衣服 明明就是想套我鸟窝了 很感谢你的好意 但是我觉得自己的衣服 已经很好了 我刚想逃走 就被奈希抓住脚踝 这怎么能行 奴仆就应该好好听主人的话 我猛的一个应激反应 就把奈希给扑倒 此刻奈希的小脸突然胀了通红 没想到他已经把手放到了天府之地 奈希猛的坐了起来 不对劲太不对劲了 为什么会这么平坦 奈希还是不相信 眼前的白毛罗莉不是自己的师父 然后他一把就掐住了我的伯格 快点告诉我你是谁 为什么知道那么多还敢叫我逆徒 我立马解释道 有没有一种可能我是弥加利的妹妹 大家有话好好说吗 奈希一把就松开了我 一派胡言 我从来就没听说过师父还有什么妹妹 你不愿意坦白也没关系 亏我还设了这么多陷阱套你的话 不过这个东西你总该认识的 我痛苦一振 糟糕了 这个瓶子怎么会在尼徒的手上 昨天晚上 我准备孝敬师尊就看得他转身喝了什么东西 等我追上去就碰上了你这个小鬼 我看你的样子好像有些紧张了 你可不要瞎说 我根本就不认识这个瓶子 奈希缓缓说道 我已经把剩下的药水拿到研究所去分析了 但敢让我知道你是在撒谎 我一定会让你求生不得求死不能 顺带提一句 药水今早就已经送到实验室了 也就是说我们后天一早就能得到分析数九 我猛然一惊 哄 后天卧槽这下可糟了 我不会被他强行榨干吧 见上最强的男人转性成白毛小萝莉后 却惨遭魅魔大徒弟的毒手 本以为逃出城堡就可以告别榨汁鸡的生物 结果才刚刚念完萧生克的救赎的台词 就立马被抓到二徒弟的手中 奈希回来的时间已经在即 幸好吃饭时被我偷偷藏了一根汤勺 现在没有魔法也就算了 连身体都是个白毛小萝莉 要是还我八块腹肌的猛男去鞘 挖穿这个破城堡那不是分分钟的事情 再怎么说我也是光明神的化身 区区一座城堡还想困住老子 就在这时古堡的大门这样一声打开 奈希看着报告急不可耐地冲向我的房间 啪哒啪哒的脚步声直接传到了地底下 我操有没有搞错我才刚偷窥懒人就回来 这次要是被抓到那不得被抽筋八匹 拜托了拜托了拜托了千万别抓到我呀 光明神再赐予我祝福吧 我送到世界最大的研究所才能解析出来 但是经过简单的实验发现 药水确实能稍微改变人的外貌 不过外观的变化不大 奈希才不管这么多 最后一段话就是他想看到 尽管没有得到百分百的结论 但是我硬要说是解析出来了 范困子也不能怀疑什么吧 从今天开始我就要每时每刻享受 我的宝贝范困子 不对应该说是师尊大人 师父我回来了 就在奈希推开大门的一瞬间 我也挖穿了地道的最后一层土 奈希看着空闹闹的房间突然沉默 这个地洞是怎么回事 为什么会这样 我的范困子师父怎么就逃走了 另一边 我感受着雨滴落在脸上的清凉 这就是自由吗 哈哈哈哈 我迷加利终于是逃出来了 负责看守的女仆当即就把侯科在地上请罪 最近城堡附近似乎多了不少神殿的骑士团吧 告诉你一件事也无妨 就连我师父都不知道 也没有察觉 我可是名副其实的魔神之躯 下一秒我的大吼大叫就引来了附近的骑士 这个秘密没有其他人知晓 如今犯困子全身都是我的气味 只要他出去就会被神殿骑士当做邪神带走 我不明所以的看着一脸愤怒的骑士 果然两人当即出手把我靠住 你这个充满魔神气息的走狗 老实一点跟我们回神殿接受审判 文言我当即就怒了 不是你们在胡说八道些什么 哪来的魔神气息 接下来就是奈希和新野兰的最终对决 不多时我就被带到神殿之内 骑士猛的一把将我压棍 大法师 这个小鬼是我们从城堡附近带回来 他身上充满了浓重的魔神气息 我们怀疑他是邪神的走狗 新野兰眨把这眼睛说道 魔神的气息吗 小家伙把头抬起来给我看看 真是可恶 神殿现在都这么瞒不讲理了 我明明才走了几个月 待我看清来人就不淡定 我抄 新野兰 真的是你吗 为时找你找的好苦啊 我激动的一把抱住了他的大头 这些蠢蛋把我当成魔神的走狗 还把我一路靠到这里 快点救救我要我的好头儿 骑士团文言当即就愣住了 可恶 竟然敢对大法师不尽 立马把你的手松开 新野兰赶紧出手制止了骑士 大家先别冲动 待我确认一下这个小女孩的身份 下一秒 新野兰一脸温柔的看着我 不用害怕 你刚刚喊我徒儿 这么说来您难道是 以为逃出魅魔大徒弟的手掌 就能安心养老 却没料到这个二徒弟更是个病交吃女 二话不说就把我关进了地牢 新野兰一脸温柔的安慰 我不要害怕 您刚刚说您是我师父 这么说来难道你是 想到和奈希的区别对待我不禁红了眼眶 果然还是我这个温柔可爱的宝贝二徒弟聪明懂事 没错 我的好徒儿 本作就是高阶圣堂光明神在人间的化身 路米亚王国活着的传奇 也就是你的师父弥加利大人 新野兰当场就听愣在了原地 可是下一秒圣骑士团就忍不住 你这个浑身沾满魔神气息的走狗 竟然还敢冒充弥加利大人的名讳 我看你就是在找死 新野兰立马就起身叫停了 仲骑士手中的动作 师父大人法力高强 变个小女孩也并非不可能 只是光明神在身上的魔法烙印 绝对不会配 所以还请大家冷静一些 我用法力探寻一下便知 还没等我反应过来 一股冰寒的魔力波动 就对着我疯狂冲刷 我这穿了几十年的新衣服 竟然就这么被光束瓦解 但魔法波缓缓消散 我这才注意到此刻 我已经是赤身暴露在众人眼前 这时新野兰突然就向我伸出手 别怕 没事的 我只是在给你检查身体 后续辛苦各位骑士们转过身去 不许偷看哦 这下可糟了 虽然说不是奈希这个蠢蛋 不会分辨文物 新野兰可是我从小带大的天台魔法师 但是这几天圣衡先是经历了药水的侵蚀 还被奈希这个魅魔百般摧残 也不知道新野兰能不能分辨得出来 就在这时 新野兰胸口的蓝宝石突然就迸发出淡淡光辉 下一秒新野兰整个人都被一股强大的吸力牵引过来 这个感觉不会有错 圣痕竟然在呼唤我体内的魔力 没想到这个小女孩真的就是师父 这下可真是赚大发了 踏破铁鞋无秘处 得来全不费功夫 行了 我已经赶制完毕了 辛苦各位骑士们 立马把这个冒充弥加利大人的歹毒压下去 关到最底层的地牢 眼看刚刚逃出来就又要被关进一座监狱 我当即就破口大骂 新野兰你这个逆徒在发什么羊巅峰 你绝对认出我了吧 快别和师父我开玩笑了好吗 圣骑士看我还在口出狂言 就联系不上你了 咱们好好把旧账算算 这回你可逃不出我的手掌心了 不过他这一身的魔神气息是在何处沾染上 据骑士所言 他是在奈希的家附近被发现的 难道说这个奈希真的是一尊魔神不成 此刻的古堡之中 一名女仆恭恭敬敬地俯下身子 魔神大人 那位大人又来催你了 奈希文言刷的一下坐起身来 你说的是我父亲吗 世界上最强的男人 竟然转性成了手无腹肌之力的白毛小魔力 结果第一天就被魅魔大徒弟 更是变态中的变态 奈希在火炉燃起了一本魔法书 下一秒一增高大的火焰恶魔矗立而起 奈希只是空洞地看着面前的魔神喊了声父亲 奈希 我的孩子 你不会忘记自己的使命了吧 奈希文言紧紧攥住了拳头 然后淡淡回答道我没有忘记 那你为什么还没动手 你知不知道你的兄弟你的族人还有你的父亲 我每天都被困在那个极寒的封印之地 这一切都是拜那个卑鄙的男人所赐 父亲知道当年把你一个人送到他身边卧底对你故宫 但是现在也只有你能担起拯救族人的使命 奈希冷冷看了一眼魔神的手 然后一把拍开 这些我都知道 我答应过的事情绝不会防腐 该怎么做我也自有分寸 今后没什么重要的事就别来找我了 免得神殿那边的人有所觉察 今晚我会想办法抓住他 没想到此刻两人的对话全都被暗处的一个人听到 奈希 我就知道你不干净 嘿嘿今晚行动嘛 就在另一边我被扒光衣服扔到了所谓的地牢 看着镜中的自己 我不禁感慨现在真的是变成一个女孩子了 不过这里说是地牢 为什么看上去像温泉泳池一样 就在这时新野兰一把推开了这里的大门 师傅你这是要去哪里啊 说起来的一道声音让我鼓屈一阵 为师能去哪 就是瞎溜达而已 但是下一秒我突然缓过神来 等等 你刚刚是不是喊我师傅了 新野兰你是不是认出为师了 新野兰轻轻撩了一下头发 当然了 不管师傅变成什么样子我都能认出来 真的是 认出我了居然还叫人把我打入地牢 新野兰笑盈盈地看着我说道 师尊变成这个样子肯定有自己的力量 土耳总不能把这件事情招告天下吧 不过师傅你为什么没有在当时解除变身状态 难道真的和传言一样 您不会是法力不知只能保持这副身体不能再变回来了吧 可恶 为什么新野兰现在说话也有一股阴谋的味道 我就不信了这个乖徒弟还能不怕我 新野兰你是在质疑为师吗 为师只是暂时喜欢上这个形态了而已 当然了为师不是变态 只是好奇而已 不然新野兰一把就把我抱了起来 真的是 女孩子身上怎么能脏兮兮的 我这个做徒弟的肯定要帮您清理干净才行 再说了师傅嘴上说着喜欢这个形态 但肯定不知道女孩子洗澡的方式吧 新野兰将沐浴露抹在我的后背一顿揉搓 这样徒儿也好教给你我们女孩子清理的方式 这也是徒儿孝敬师傅的好机会 新野兰看着我一脸受不了的表情竟然无比享受 就是这样的表情 师傅这也太可爱了吧 世界上最强的男人竟然转性成了手无腹肌之力的白毛小伯利 这才发现自己从小带大的爱徒竟然是魔族的卧底 那期见我毫无抵抗能力 狠狠对着我一顿凌辱 本以为逃出这个魅魔大徒弟的手掌心就能安心养老 却不料一项乖巧贴心的二徒弟更是一身房子 把我从头到脚都折磨了一遍 师傅身体小小的也太可爱了我好喜欢 就这样像只小动物一样永远留在我身边吧 新野兰回想当初 我还是那个高高在上威严肃穆的帝国最强男人 为师严苛动不动就会对徒弟加以惩罚的师傅 在我手上 自己的屁股从没有一天好日子 结果现在却变成这幅任人宰割的可爱模样 而且还自投罗网主动松上门来 委屈巴巴的样子看起来好想欺负 忍不住了 我必须好好把师傅全身都欺负一遍 好了师傅大人 现在前面已经清洗的差不多了 现在徒儿来帮您把后面的脏东西都清洗出来 苏华的触感让我身去一颤 后面不行 逆徒快给我助手 都说了那里不能洗了 笨蛋逆徒快点给为师助手 再这样为师要受不了吗 刚才还在幻想我们师徒共浴会是一幅温馨的画面 现在这样不是纯纯在公报私仇吗 我怎么就养了这些个大逆不道之徒 不然新叶兰打了个响指发动一道法阵 下一秒池中的水像是活过来一样 不停往我身上缠绕收索 新叶兰你到底在做什么 求你了 那里 那个地方真的不行 新叶兰一脸坏笑根本没打算停下手中的动作 师傅乖乖 这样才能把脏脏清洗干净 还有脚脚上的泥垢也不能放过 必须要做一个爱干净的小女生才行哦 我看师尊这一阵子肯定是累坏了 接下来就由我为师傅好好按摩放松一下 然后就是一套行云流水的重机 这哪是什么暖心的宝贝徒弟 对我下起讲来是招招致命 不知道的还以为这是在暴打仇家 不然新叶兰冲我坏笑一声 好了师傅 最后咱们把这里也舒缓一下 做完这些之后 新叶兰一脸病胶的看着虚弱的我 如果师傅法力真的流失殆尽 那以后岂不是天天都可以让我欺负 我必须得亲自验证一下 之后她就从法阵中取出一瓶神秘药水 好了师傅快起来吧 最后一步咱们把身体擦上精油就可以了 我费劲的从地上爬了起来 心想终于是熬到头了 不料这还是新叶兰用来测试 我法力流失速度的道具 师傅乖乖的坐在这里就行了 我来帮你完成最后一步 然后你就可以永远留在我身边了 这时我才察觉到情况不对 为什么这个精油和耐吸当时用的一样 新叶兰你快点停下来 真的不可以再继续了 我的身体突然间就快速放大 新叶兰也察觉到了一丝不对 眨眼间我的身体就已经大过了压在我身上的新叶兰 新叶兰见状瞬间就羞红了脸 师傅你这是怎么了 我只不过是往里面注入了一点魔力 就在这个时候突然出现了奇怪的动静 窗外若隐若现地散发出魔神气息 新叶兰食指伸到嘴边嘘了一声 随后一把将我按到了水尸里 一只仙仙玉卒落在了窗上 好久不见到我的宝贝师妹 新叶兰和我同时愣在了原地 这个女人怎么偏偏在这个时候出现了 身为世界上最强的男人 此刻却陷入了两位病骄痴女的修罗场 二徒弟为了独享我的美色 竟然硬生生地把我藏在了她身下的水尺 大徒弟为了能重新夺回调教我的权利 更是对新叶兰手脚并用 企图让她暴露出我躲藏的位置 新叶兰见到奈希心怀鬼胎地出现在自己的地盘 直接强行用腿把我夹在身下 我隐隐感觉到有什么不好的事情要发生了 因为之前奈希在接触我这个形态后就变得非常奇怪 看着奈希一步步朝水池靠近 新叶兰一副心虚的样子也不敢磨出来 而且不知为何身体好心越来越热 师妹真是贤情雅致 如今师父失踪了竟然还有心情在这里泡澡 还是说师尊她老人家已经被你给藏起来了 说吧奈希直接从身后把新叶兰给抱了起来 企图从水里看到我的风景 奈希内心想要挣扎反抗 却不知为何身体使不上一点力气 我在水里使劲拽着新叶兰 生怕被奈希抓回她的古宝条件 殊不知此刻我自己就是一个行走的母猪也疯狂 我说新叶兰 我们俩好歹也是相亲相爱的师姐妹 你一个人独占师尊就有点过分了吗 新叶兰忍着燥热朝奈希撇了一眼 什么占不占有 凭师尊大人的法力 我们怎么可能抓得住她 奈希文言一脸戏血凑了上来 你还在这里装什么糊涂 我们这些徒儿里有几个不想独占师父的 还有什么师父的法力 她早就已经法术亏空变成小女孩的母娘 连变都变不回去了 新叶兰刚才还没来得及测试完毕 没想到在奈希这里得到了肯定的答复 她一着急两条腿夹得更紧的一些 眼看嘴里的那口气就要憋不住 我贴上新叶兰的肚脐就吹了进去 新叶兰实在憋不住了叫呼一声 不要这细微的小动作还是被奈希看出了端倪 我说师妹啊 不如你就把师父教出来 我们俩一起调教也不错 就在这时新叶兰的理智已经被蒸发的所剩无几 下一秒她就猛的跳出水面一把拉住了奈希的衣服 坐不提防之下朝奈希的小嘴就亲了上去 奈希反应过来立刻就挣脱开来 新叶兰你是不是疯了 你知道自己都在做些什么吗 这时奈希也察觉到了一丝一样 平时的新叶兰一直都是温和寡淡的模样 不可能用这种手段来逼退自己才对 而且她现在这一副不对劲的样子为什么有点眼熟啊 我勒个洞 这不就是妹骨感染时候的体征吗 下一秒奈希就一脸邪笑的朝水时看去 我的宝贝师父 你果然就躲在这里 见状我险些把嘴里剩的气都喷了出来 新叶兰文言也立刻恢复了一些理智 作为光明神在人界的化身 不料却突然法力亏空 变成了一个毫无抵抗能力的白毛小萝莉 本以为寒心如苦带大的徒儿能让自己安心养老 却不料这两个逆徒都是想要调教我的病胶痴女 奈希注意到新叶兰这魅骨感染的体征 立刻就凑到了水池旁边狂笑 我的宝贝师父 竟然敢躲到别的女孩子身下 我必须把你带回去调教成听话的师父才行 我看着奈希朝前方不断探索的贤猪手心头一颤 抱着新叶兰的大长腿都更紧了紧 这下惨了 要是给奈希逮住就遭老罪了 新叶兰你必须保住为师才行 奈希俨然一副奸计得逞的模样 心想这下就算是新叶兰也无计可施了 可就在下一秒奈希表情就僵住了 怎么回事 为什么不在这里 明明当才气息锁定就在附近才对 新叶兰露出一个不易察觉的邪魅笑容 只见我的身体在水中急剧缩小 而后就化作了一滩水龙的模样 说是在水中完全隐身了也不为过 没想到新叶兰那些奇奇怪怪的魔法 真能派上用场 师姐你这是在做什么呢 我早就说过师父不在这里了 再者就算师父真被我找到 以我们俩的关系我还能瞒着你吗 新叶兰松了口气 在转变我的形态之后 那种头脑空白全身燥热的情况明显缓解了不少 说吧 那新叶兰朝着一脸无意的奈希继续说道 师姐既然这么关心师父有没有在这池中 不如我们一起下去看看 奈希还没反过来就被新叶兰一把拖入水中 然后在不经意间朝我的方向看了一眼 脚就把我踹到了水池身处 奈希气得钻紧了粉圈 自己刚换好的衣服现在又泡进了谁 新叶兰一脸玩味的捧起奈希的脸 怎么样师姐 看清师父不在这里了吗 奈希急得想释放法术颇深 我要下一秒就被新叶兰掐灭了 别这么急嘛奈希 我可算是明白了 明明师父就不在我这 你却偏偏要挑人家沐浴的时候过来闹事 莫不是奈希你对我有什么别样的感情吗 还是说师姐你这么喜欢推探人家的身体 奈希被新叶兰紧抱住 脸都红到了耳尖 赶紧得也爬 新叶兰 我真没想到你居然是个大变态 就算我喜欢可爱的女孩子 也不可能会看得上你这个狮女 奈希浑身狼狈的钻出水面 偷鸡不成还被新叶兰狠狠调戏了一颗 表情比吃了两斤母猪也疯狂还难受 可恶 新叶兰怎么会说这种狐狼之词 还有刚刚她那副模样 明明就是魅骨感染的体征 说吧她就留下一道分身藏匿在这大堂之内 新叶兰啊 新叶兰 骨子里就是个愣头小鬼 还想骗过我 门都没有 好了新叶兰 既然师父真的不在这里 那我也没有留下来的必要 不过本师姐还是得提醒你一句 师父现在法力尽失 又一个人在外面 你也清楚师父在外面的仇家不少 还请你多花点精力寻找她老人家 不要让她陷入危险 说吧 奈兰兰的一声把门关上 新叶兰仍存一些疑虑 师父明明是帝国最强传奇 怎么可能会突然法力亏空 不行 我必须亲自测试清楚 说吧 新叶兰一把将我提了起来 趁我还没反应过来 拿出一块法石贴在了额角 下一秒魔石就完成了监测 各项数值都低得离谱 完全就是一个普通小女孩才有的战斗力 我说师父大人 您能解释一下 那为什么变成这样子了 躲在角落的奈兰不禁吃笑一声 区区一道残影都发现不了 还算什么高阶魔导师 还有我的宝贝师父 你果然就在这里 街上最强的男人转性成为 手无腹肌之力的白毛小萝莉 无料却沦为了病胶徒弟手中的玩物 新叶兰支走奈兰之后 本以为可以独自享用师父了 结果奈兰的分身就藏在暗处 观察着新叶兰的一举一动 宝贝师父 现在可没有人打扰我们的二人世界了 我看着新叶兰一副 极可难耐的表情不禁虎去一阵 新叶兰 本师尊可没有丧失法力 一定是因为你那块破石头失灵了 新叶兰看着我慌张的模样 反倒是更加兴奋 师父大人 你可还记得在徒儿年幼时 您是如何教导徒儿的吧 当年师父雷厉风情 对徒儿的屁屁可是一点都没有留守 这一份诗恩清清楚楚的 留在徒儿的肌肤之上 徒儿可是半点都不敢忘卫 没想到如今师父 却变成了没有法力的小孩 那我这个好徒儿 也应当做好教导师父的侄子 说吧 新叶兰轻松把我从水尺里拎了起来 从今天开始 师父大人您就是徒儿我一人的王物 结果就在这时 突然蹦出了一个熟悉的身影 好啊 新叶兰 我就知道师父被你一个人给撕藏起来 新叶兰指着奈希就破口大骂 你这个妖女不是早就离开了吗 奈希文言邪笑一声 师妹这是哪里的话 难道就允许你耍花招 我还不能留个心眼吗 还有你刚刚说要独享师父 就看看你有没有这个本事了 说吧 奈希迸发出一股魅惑之力 吻在了新叶兰的额头 下一秒新叶兰的眼中就挂满了爱心 我倒是大人 您这些天一定很累了吧 让我们好好为您放松一下 新叶兰的周围凭空出现了三个 和奈希容貌一样的魅膜 随后用魅惑之力 把她死死困在原地 那我就谢谢师妹为我召开师父 还有你 我的好师父 你就没有什么想对我说的吗 我弱小的身躯 在奈希的注视下瑟瑟发动 新叶兰你听我说 上次我根本就不想逃走 可是那个勺子自己就挖起洞了 万物皆有灵 你应该知道的吧 奈希文言朝我斜笑了一声 扭过头才发现逃跑的方向 出现了一道水盾 下一秒奈希就被一股法力震退 从空中掉了下 我常常人界最强男人 就这么光着屁屁摔了的狗啃 新叶兰语气十分不悦 什么狗屁幻术 依我所见 这恐怕是魅族的妖术才能 没想到奈希你居然自甘堕落 学习黑魔禁术 今天我就去师父清理门户 这个门你恐怕是出不了 下一秒就有无数的水流 冲向了奈希 奈希一个不留神 就被束缚在了空中 没想到你这个痴女魔导师 这么快就识破了 精神上控制不住你 那我倒要看看这个你怎么破解 眨眼之间 无数条触手猛的钻出地面 一瞬就把新叶兰缠绕捆绑起来 奈希斜笑一声 别以为这就完了 小怪兽全都给我出来 对着那个蓝头发的痴女 给我咬上去 新叶兰本就脱不开身 现在又被各个方向围攻 很快就失去抵抗败下阵来 奈希身上的水牢也渐渐消散 我说二师妹 跟我比你果然还是差了 没什么事的话 我就把师父带走了 说吧奈希拎着我就消失在了房间 新叶兰见状暗叹不妙 如果奈希和魔神有染的话 师父就有危险 随后她朝着门口大喊道 圣殿修女全部集结 麻烦守在外面的修女立刻进来 话音刚落就有一位修女飞了进来 人后大门被一道熟悉的身影狠狠踹开 新叶兰你这个混蛋 快点告诉我你把师父藏在哪里了 天神化身的最强男人 却变成了手无腹肌之力的白毛小萝莉 在此等危机关头 并教痴女徒弟也暴露出了各自的野心 本以为两个逆徒叛变就已经是极限了 结果半路还杀出一个失散多年的龙族少母 奈希刚推开门想要给新叶兰一个下满威 不要眼前的一幕直接震惊女孩三百年 新叶兰为正脱开触手全身相悍淋漓 但还是摆出了一个相当不妙的姿势 奈希你到底是什么意思 刻意跑回来看我的笑话吗 此话一出奈希当场就怒了 什么叽叽歪歪的 你以为你这破地方我很乐意来吗 何德 反倒是你这小丫头骗子玩得还挺变态 我之前怎么没发现你居然喜欢偷偷躲起来玩束缚 是在这里给我搞反差这一套吗 你也不想今天的事情对别人知道吗 乖乖把师父交出来我就替你保密 别想耍花招 我知道师父就藏在你这里 新叶兰看着眼前奈希一副呆呆蠢蠢的目的 简直和刚才拐跑师尊的奈希判若两个 而且原本浓郁的魅族法力也变回了熟悉的火系法力 再加上奈希刚从天台逃走又出现在正脉 新叶兰一时之间毛色顿开 立刻发动圣魔法从束缚中正脱开来 遭了奈希 出大事情了 奈希被这一吼吓得一脸猛逼 经过新叶兰从头到尾的解释之后 奈希惊呼一声 你是说有人变成了我的模样 然后把师父拐跑了 目前看来就是你想的那样 谁知奈希下一秒就充满智慧的贴了上来 新叶兰啊新叶兰 你真当我是弱智吗 我看这是你瞎编乱造用来私藏师父的故事吧 新叶兰看着奈希的蠢样扎了下嘴 看好了 这种恶心下流的魅族法术我怎么可能会去学 此话一出新叶兰突然想到了什么 随后他就大步朝圣堂跑去 我这就下令骑士重兵把守关口 严查躲藏在路上的魅族 就在这时奈希却叫住了新叶兰 你这个蠢蛋先占主 抓住师父的不可能是魅族 新叶兰文言一脸疑惑的转过身来 如你所说 那个伪装成我的妖女使用的全是魅族法术 可魅族不过只是一个低等种族 就算在强大也不至于炼成连你都看不出来的幻化之术 有这种变身天赋的也只有可能是龙族了 新叶兰看着突然变聪明的奈希惊出一身冷汗 难道是他 师父的第六个徒弟 紫孝礼术 比起这个龙族少女 新叶兰也露出了无奈之色 都过去这么久了 他还是惦记着师父吗 奈希文言也陷入了回忆之中 十几年前魔族与人族正式开战 师父作为天神的化身 再加上圣唐天使的帮助 很快就把魔族封印到了极寒之地 也就在这时 奈希的父亲把少女送到了弥加利身旁 作为魔族的卧底隐藏在弥加利的手下 即使出于私心不仁女儿在极寒之地受伍 也为了少女有朝一日能解开极寒之地的封印 但是奈希深知封印之战 其实并非弥加利的本意 弥加利本是极力反对赶尽杀绝的作法 但是圣唐天使手握无可匹敌的压倒心力 最后弥加利也只好被迫抖写 就在奈希执行卧底计划的时候 忽然出现了第六位徒弟 在封印之战被遗失的龙族少女紫孝礼术 师父心怀慈念 像收留我们一样留下了这个龙族孤儿 奈希身为异族 但从小就懂得如何隐藏自己 在他人眼中自始至终就是个人类的形象 但是紫孝礼术不一样 他自幼就和人类大大方方的生活在一起 直到后来他身上的异族特征愈发明显 明明是素不相识的人类 却把恶意都强加在一名懵懂的龙族少女身上 虚伪的教会称他为人间的恶魔 绝不容忍任何一个异族生活在人类的世界 任谁都不会想到和平年代会存在这种恶劣的教会 师父第一时间就冲向了人群阻止暴乱 但是在紫孝礼术的眼中 他只看到了师父站在人类的一方 甚至没有张开臂膀安慰自己 或是感受到巨大的背叛 那一天以后紫孝礼术就再也没有出现 难道说紫孝礼术是回来报复师父的吗 以为久别重逢会是温馨和睦的相拥 不料这个逆途不仅伪装了自己的身份 还对我娇嫩的身子动手动脚 借口是检查身体对标售后福 紫孝礼术失踪了这么多年 结果刚回来就把师父绑走了 新野兰身为迷加利的二徒弟 自然不能坐视不顾 我就是挖穿大陆也要找到他 区区一个龙族的小丫头还能翻了天不成 奈希文言呵呵一笑 也不知道是谁连紫孝礼术的变身术都看不穿 他要真想躲着你 随便换个身份就能在大陆横着走 就算你有通天的能耐又能怎么样 新野兰一听这话当场就急了 你这个当大徒弟的难不成要放着不管了 我说新野兰你果然还是像一个小鬼一样 这么着急干什么 师父现在虽然在紫孝礼术的手里 但是你别忘了 师父身上的魅骨可是能不知不觉的造成祸乱 只要盯紧了最近发生问题的地方 师父的线索不就手道琴来了吗 此刻就在紫孝礼术的福底 一口烟气正正的吹在了我的脸上 我猛的从噩梦中惊醒 奈希这个逆途绝对会因为我跑到新野兰身边教训我 不要带我看清眼前之人去当场愣住 小家伙你就放心好了 你的那两个徒弟现在抓不到你 喂 你不就是当时卖我假药的那个坏女人吗 就是我伪装成你大头儿的模样 把你从圣殿里救出来了 听到这个解释我才恍然大悟 说来也是能做出变身药的人 自己的幻化之术肯定也有一些躁的 不过这个臭卖药的我也就见过两次 为什么会大动干戈的救我出来 小家伙你也别害怕了 现在很安全 文言我当场就怒了 你还真好意思说得出口 自从喝了你的破药水之后 我就没有一天好日子 我之前明明说了要变个身份 你倒好 直接把我的性别都给变了 现在要我怎么面对我的列祖列宗 紫笑李树话没听进去两句 反倒是一脸兴致的凑了上来 居然真的可以完全变成女孩子 而且还这么完美 说吧他一脸戏谑的看着我说道 这不是变得很成功吗 至少别人在视觉上绝对认不出你 没想到我这悲惨的遭遇一点 都没有引起这个奸伤的自责 最要命的是 你怎么还给我附加了天生魅谷的属性 你知不知道我现在一个小女孩 家家的有多危险 紫笑李树文言轻笑一声 好了知道了 所以我这不是上门帮你售后服务了吗 结果我一个不留神就被他推倒在床 你先别着急 我检查一下就什么都知道了 听到这句话我已经彻底绝望 为什么每个人都要检查我的身体 我难道就不要面子的吗 紫笑李树发现魅谷印记完美的与我融合了 这初步证明了他的猜测是正确 自从在大街上听闻弥加利法力流失的传言之后 紫笑李树就开始传播黑市贩卖变身药水的消息 他用幻化之术伪装成了店库老板 果然逮到了一脸心虚的弥加利 尼加利也确实和传言中的一样 法力丧失到看不穿他的变身之术 于是他就交付了一瓶有问题的变身药水 但这并不是以复仇为目的 紫笑李树只不过想调查清楚师傅法力亏空的原因 就是我也想起了一件细思极恐的事情 这个臭卖药的竟然如此熟悉我的几位徒 那就说明他认识我的真实身份 如果这个家伙是仇家伪装的 那我不是危险了 在这危机关头我突然就想到了一个好办法 我只要在这时催动魅谷 就能创造出一个逃跑的好机会 不过现在身上一点法力都没有 必须找到补魔的办法才行 那三多年的匿图把我转性成了白毛小萝莉 还把自己伪装成了神秘药水商店的老板 我对此毫不知情 但是对眼前这个非常了解我的坏女人起了疑心 为了摆脱被压在身下的窘境 我立刻开始寻找补魔的办法 紫笑李树还在那里手忙脚乱的检查妹妹 我盯着眼前的两颗肉球新生一季 根据我学习魔法两年半的经验 休息之人都会在身体的某些部位 储存应急的备用魔力 像他这样修成幻化之术的女修 绝对就是一颗储摸水晶 这时只要稍微使用咒语引导 就能快速补博 说到我就对着紫笑李树一口咬了上去 少女回过头才发现自己的法力似乎被吞噬 果然知识就是力量 在紫笑李树的震惊之中 我的周围炸开了一款粉色烟雾 变身两次之后我也已经弄清楚 果然只要吸收了魔力 就会因为魅谷切换形态 虽然我也不想做这么卑鄙的事情 谁让这个臭麦药的这么神 但是这个形态之下果然还是有点羞耻 接下来你也要和那两个秘途一样 不受控制的和我贴贴了 我看你还怎么控制我 不料身下的紫笑李树 在短暂的羞涩之后立刻清醒过来 原来你真的可以变成这个形态吗 文言我当场就愣住 这是怎么回事 你不应该变得奇怪才对吗 紫笑李树识破我的诡计之后冷笑一声 随后两只脚丫紧紧锁在了我的腰间 依加利你还真是天真啊 你的变身药水和魅骨都是我做出来的 我这个创造者又怎么可能会中你魅周诱惑的影响 下一秒我就被他压回到身下 刚好让我仔细检查一下魅骨发作时候的状况如何 经过探查之后 紫笑李树才发现我身上的神格刻印已经被魅骨完全腐蚀 但是在他的印象中 师父明明就是圣天使的化身 对于一切邪碎魔法都有免疫效果 就算是法力耗损严重 身上还是会留存大天使庇护 不可能出现完全腐蚀的情况 眼下只有一种可能 那就是高阶圣堂出事了 所以把师父和大天使的联系完全斩断 连同天使庇护和法力一并消失了 不过只要神格还在 就能继续调查高阶圣堂到底发生了什么 想到这里 紫笑李树才发现被压在身下的我此刻正在不停颤抖 他一脸慌张的询问道 客人你怎么了 你这个卖药的坏女人 你倒好 直接就免疫了 我可是一直在忍受魅骨发作 一转眼我就不受控制的把他推倒在身上 不料此刻一楼的大厅之内走进了一名冒险者 男人带着抓回来的史莱姆王打算次日卖掉 结果史莱姆王在感受到魅骨的气息之后 瞬间兴奋起来 直接就冲破了铁龙向上猛龙 在前台小哥的震惊之中顶破了天花板 下一秒就出现在了我和紫笑李树的面前 卧槽这是什么东西 好恶心 史莱姆王朝着我的方向递来一朵年夜小花 紫笑李树看着瑟瑟发抖的我说道 这个史莱姆王 他好像在向你求婚示爱 世界上最强的男人此刻却被史莱姆压在身下晚节不保 最可恨的是徒弟竟然还在身边袖手旁观 此刻圣殿之内修女焦急的冲开大门 大魔导师不好了 城镇旅馆那一只史莱姆王突然发情抱走了 旅店老板来圣殿请求支援 新野兰文言当场愣住了 史莱姆王怎么可能会无缘无故发情 奈希反当时露出了戏谑的笑容 我的好师妹你难道还不清楚吗 能引起这种骚乱的除了师父的魅武还有谁能做到 我一脸错愕的挡住自己的身体 臭卖药的你是不是搞错 我和他连种族都不一样 这要怎么那个什么呀 下一秒史莱姆王像是听懂的一样 竟然直接变成了一个史莱姆壮汉的模样 我躲在角落瑟瑟发抖的大喊 你别乱来呀 我对你一点兴趣都没有 怎料史莱姆王依赴我懂的表情 随后再次变形成了一个性感魔力的模样 我勒个骚当 你这个臭史莱姆赶紧离我远点 慢药的快点救我呀 紫笑李树文言瞥了我一眼 我早就提醒过你不要随便转变形态 如果你补膜再过头一些 恐怕整个城镇的人都会被你勾引住 在奈希那边吃的苦头还不够多吗 我一边挣扎一边扭过头来 对了 你为什么知道奈希 我们俩应该没见过几次面吧 紫笑李树这才发现自己差点暴露 赶忙抓起身边的塞子递到我手上 闲话就别说这么多了 再不赌伤就要来不及了 我正正的看着木头塞子问道 什么赌伤 这是要干什么 紫笑李树邪魅一笑 当然是把上下都赌住了 不是你有没有搞错 我为什么要做这种事情 紫笑李树随即解释道 史莱姆可是无性生物 它很快就会用粘液让你窒息血泥 然后把你强行控制住 等你完全失去抵抗力了 它就会把负有生命力的种子 剥洒到你的身体里 不出一个时辰 就可以诞生无数的史莱姆宝宝 现在抓紧时间的话还来得及 突然间城镇外爆发出一股恐怖的火气 旅馆的整个屋顶都在沙内间被焚烧殆尽 我的宝贝师傅 终于找到你了 想不到您还有这种闲情雅致 居然和一个史莱姆纠缠不清 紫笑李树还没反应过来就被一只手按住 新野兰凝聚出一团圣洁法术 之后直接派入了紫笑李树的身体内 一阵白雾散开 幻化之术也在此刻解除 弊族之女 你想对师傅做什么 细合新野兰本以为能够成功突袭紫笑李树 却不掉自己也被发情的史莱姆王 困在年夜之中岌岌可畏 险些就变成小史莱姆的温床 新野兰一把就将紫笑李树推倒在身下 你这个异服当初差点就毁了师傅圣殿的名誉 现在竟然还敢回来用幻术拐走师傅 你真是好大的胆子 别想再耍花招 就算同门一场我也会动手杀你 紫笑李树闻言骄痴一声 师傅都已经变成这副模样 你们两个没想到怎么解决 反倒是一直想方设法四顿 亏你还说的这么大一笔人 我被史莱姆的年夜捂住了脸 根本听不清外面在说什么 直接奈希悄悄地走到我的面前 然后一把将项圈靠在了我的脖梗 犯困子小鬼 在外面流浪两天就已经可怜的一不必定 还是乖乖和我回去过好日子吧 奈希一把拽起链子想要趁乱把我带走 不料刚刚扛起来就被两人发现 连藏在师傅身边的魔族都发现不了 新野兰柳眉一簇 突然就想到了师傅被压回来 是身上蒙厚的魔神气息 不料奈希一脚踏出 直接就甩下了他手中的斩魔剑 喂 你可别在这里挑拨离剑 我可是师傅收下的第一个徒弟 你有什么证据说我是魔族 紫笑李树闻言怒斥道 还要什么证据 你现在在这师傅做什么 他是你的猎物吗 奈希这才想起被扛在肩上的尼加利 这下是有理都解释不清楚 一直沉寂的史莱姆王突然爆发 体型瞬间暴涨到一个房间的大小 你们这群卑鄙的人类 快点放下我的受体 年夜从四面突袭而来 就连新野兰都被蓝色的触手困住 不能动弹半嘴 紫笑李树见状反倒是轻笑一声 差点都忘了你还有点用处 史莱姆王一气之下 打算把房间里的所有人都当成温床 奈希被年夜覆盖全身 一时之间恶心的使不出一丝魔力 新野兰也抽不出手来施展进化法术 只有紫笑李树淡淡的看了我一 随后狠狠拽住了史莱姆王的胡须 想拿等小姐当温床 看看你有没有这个本事 龙族的血脉瞬间爆发 来自种族的降维打击 让史莱姆王吓破了他 紫笑李树满意的抱着我朝出口走去 并威胁史莱姆王好好处理新野兰和奈希 两位师姐你们慢慢聊 师傅我就先带走了 新野兰和奈希只能眼睁睁的 看着紫笑李树的背影往缓消失 就在这时新野兰冷冷地朝奈希看了一眼 趁奈希不注意直接就向她的伪工摸去 奈希 你怎么真的是魔族 新野兰和奈希最终还是没能保住尼加利 被紫笑李树临走嘲讽也就算了 还弄得浑身上下都是史莱姆王的年夜 紫笑李树使用传送魔法 直接带我消失在了王宫 不料这传送门竟然出现在这么高的位置 那是堂堂人界最强男人摔了的狗啃 话说回来我到底是造了什么念 引以为傲的大徒弟竟然把自己绑架软禁起来 这也就算了 他身上竟然还沾染了魔神气息 明明小时候的奈希这么温柔可爱 怎么会变成这个样子 还有我那个高贵典雅和蔼可欣的二徒弟 居然会用洗澡为借口 把维师的衣服扒得金光 一副要把我生吞活泼的模样 我看这些逆徒通通都被魔神洗脑了是吧 要是维师的法力还在巅峰时期 也不会让这个最小的徒弟离家出走 现在还被圣殿背上了逃犯的罪物 这些徒儿打小就受我极尽严苛的教育 但是唯独只有子孝李树这个龙族少女 我始终都是对他疼爱有加 但是随着年纪的增长 他的魔族特征也变得愈发明显无法隐藏 就在我打算出声教训他 别再使用这种肮脏法术的时候 少女却坚定地反驳我这些触手也很可爱 当师父不在的时候 他们就能带去师父来温暖我 直到那时我才发现 就连我自己对魔族法术的厌恶都已根深蒂固 那天以后 我更加不能对他提起身为师父该有的严厉 许是自己内心的那一份恶事 让我想要把对魔族的亏欠 全部弥补给这个孤苦的龙族少女 这样一来似乎就能让我在那场灾难中获得一丝救赎 但我期盼的那场救赎中是没有到来 教会对魔族根深蒂固的恨意 还是被强加在了无辜的子孝李树身上 那时我已经被天使圣堂压迫的进入窒息 再加上体内急速流失的法力让我心烦不已 但是为了子孝李树 我还是坚定地站出来阻止骚乱 就在这时子孝李树拉住了我的一脚 少女满含泪水的双眸像是在祈求安慰 等师父回来的时候 我们还能再去买一次糖果吗 因为烦躁 我只是着急地让子孝李树躲到三徒弟的住处 完全没有注意到少女那颗凋零破碎的心已经暗淡下来 平定骚乱之后 子孝李树就像是蒸发在这座小城一样再也没有音许 我才开始痛恨自己没有在那一刻坚定地回应她的请求 如果一开始我能微笑地答应她就好了 如果我还是一身通天的修为 事情就不会像现在这样一团乱吗 此刻的圣旁之内 小修女向新野兰汇报并没有发现包括那戏在内三人的踪迹 新野兰早就料到会是这样 只能愤愤地冲进浴室清洗污秽 真没想到又让他们给跑掉了 还有我那个笨蛋师父 连子孝李树这种拙劣的幻鼠都没有看穿 真的是气死我了 连我这多灾多难的一生 刚刚从三人乱战之中抽出身来 结果却误入了远古巨龙的巢穴 还在这里碰上了助手洞穴的高阶人形魔兽 搞不好小命就要栽在这里了 想到这我慢慢站起来走向黑心药剂师 喂 你快点给我醒醒 突然我就一脸猛逼地被她向后推去 隐隐听到她嘴里不停嘀咕着不要 紫笑李树悄悄转过头撇了我一 心想自己的样子应该没被我看到吧 我看着眼前的状况当场愣子 你到底是什么意思 一个小时前还对我上下气势 现在给我装什么金尺 爬着爬着就瞥见了地上的一枚金币 我还在纳闷这个地洞怎么会有这种宝贝 突然就看见了身后竟然有一整座金山 我去 难道说 这里是龙族曾经遗留下的秘境吗 紫笑李树闻言拉低了自己的帽子 你认识这里吗 我愣了一下回道 那边的墙上不是刻着吗 一说到龙族就想到我之前的那个徒弟 小时候他告诉我说 龙族有一些极为隐秘的藏身地 只有龙族的特殊手法才能进入 小时候他最爱吃的就是小镇里的牛牛糖了 每次在他烦恼的时候给他买一个 他就会开心地乱摇尾巴 紫笑李树努力压制着内心的情绪波动 心想没想到师父还记得这些小事 不过我听他说过 这个秘境好像布下了远古魔法禁止 不管什么魔法都会被压制无法试证 此刻的紫笑李树正是苦恼于自己的幻化术不能为止 想到这里我才发现 我的这个形态好像一点都没有被影响到 而且就连自己的性格都越来越像小女孩了 我不禁虎去一阵扭头看向那个黑心药剂师 你的真实身份到底是谁 把我带到这个地方又想做什么 能做出这种品质的变身药水 还能瞒天过海把我从徒弟手中带出来 你该不会是什么有特殊癖好的仇家吧 这样一来就解释通吗 还不等我说完就被盖上一件衣服 看着手里的衣服我又陷入了沉思 不是这个黑色的小妹妹是什么东西 我可是天使神的化身 怎么可能会穿这种东西 还是说你就是在等这个时刻 让我穿上特殊制服来满足你的癖好 那你真的是小瞧我了 我就是宁死也不会屈服的 还没等我说完紫孝礼术 就已经自顾自的给我套上衣服 真是的 在那边胡说八道什么 现在不好好穿衣服以后下垂了怎么办 紫孝礼术为了计划可以顺利进行 现在还不能暴露自己的身份 只能对我轻声说道 出现在这里只不过是我的传送卷轴出了些问题 之前说的要帮你恢复法力也是真的 你可能会对一个陌生人感到不放心 但我告诉你 你恢复法力之后对我也有好处 现在就换成我来保护你了 此话一出我也察觉这些肉麻的话 好像已经在别的徒弟那边听过 殊不知附近已经涌上了大批蜘蛛 一道空灵的声音飘荡过来 小哥哥 你一个人出现在这种地方 会不会不太安全了 闻眼我瞳孔一阵 你怎么能看得出我的原本状态 只听这个猪女冷笑一声 当然了 看穿人类还不简单 毕竟我有不止一双眼睛 就算你藏得在身我也能看得一亲二亲 此刻最紧张的莫过于紫孝礼术 因为眼前之人能一眼看穿弥加丽的变身 会不会连他的身份也要一语到处 来了 紫孝礼术为了隐藏自己当场与蜘蛛娘卡了起来 但真实身份最终还是暴露 小蜘蛛盯着我的身体越发好奇起来 看起来虽然是个娇嫩的罗粒 但其实却是个货真价实的男人 而且还是个天使曾经居住过的屈巧 没想到我在这家伙的面前毫无隐私可言 随即问到这不是龙族的秘境吗 蜘蛛娘闻言当场笑出了眼泪 龙族不是早就被你们驱逐到极寒之地了吗 倒是这一堆宝物变成了我勾引猎物的陷阱 再加上这里无解的魔法禁止 所有擅闯进来的人类就像食物一样源源不断地送进来 这下我才看清了溶洞之上竟然密密麻麻全都是撕解 就在这时一道凌厉的剑锋闪过 蜘蛛妖躲闪不及瞬间就被削断了几只疼 随即又被紫孝礼术一脚踹飞出去 区区一个化形不久的蜘蛛魔物 再敢出言不逊我就立刻杀了你 不料眨眼间蜘蛛娘的伤口就肉眼可见的愈合了 你们是不是忘了 这里可是我的巢穴 下一秒无数道蛛丝倾泻而出 就连紫孝礼术都被紧紧包裹起来 更别说我这个手无缚机之力的小废物 只见蜘蛛魔物一个闪身就推倒了紫孝礼术 总是遮遮掩掩掩不想让人看清楚模样 我今天非要打出你的原形 这突如其来的壁咚把我看愣在了原地 虽然是在侧面 但我也注意到这个黑心药师的发型竟然变了 难怪会一生不想的进入这里 如果我没看错的话 你应该是个龙 不料蜘蛛娘话还没说完就被紫孝礼术拖起了俏脸 当着我的面就砍了起来 这让我一个纯情小萝莉看猛在了原地 你们到底在干什么 这都什么时候了居然还有这种闲情雅致 只见紫孝礼术在我看不见的角度凶恶的盯着蜘蛛娘 你要是再多说一句话我就撕烂你的嘴 知道了吗 蜘蛛娘被咬住了脸蛋 只能满口答应着没问题 这时我才发现这个黑心药剂师竟然长了条尾了 而且还是带着龙鸣的那种 不要蜘蛛魔物一边再妥协一边 又举起了锋利的毒刺 见状我立刻出声提醒药剂师小心身后 但毒刺还是在一瞬之间贯穿了紫孝礼术的胸口 随后被蜘蛛娘一个甩尾扔飞了出去 哈哈这就死掉了吗 居然敢把自己的后背赤裸裸的暴露在敌人面前 接下来就是你了 天使的躯俏 就在这时一道寒芒静止架在了蜘蛛娘的脖梗处 紫孝礼术冰冷地说道 只要我还有一口气 你就别想碰它一根手指 黑心药剂师的眼神瞬间把我带入了唯一之中 这个眼神绝对是紫孝礼术 我不可能会记错 机关头紫孝礼术冒着暴露的风险为我挡下毒刺 重伤之后仍不忘户在我的身前 这个眼神让我确认了眼前之人正是我最小的脖儿紫孝礼术 下一秒紫孝礼术就被蜘蛛魔物扼住了脖梗 你这个连自己种族都保护不了废物 现在有什么资格在这里威胁我 正好我还没品尝过龙肉的滋味 这时蜘蛛魔物听到一声咆哮扭过头去 看着自己的徒弟被人伤成这样 我已然双目血红怒意狂发 蜘蛛魔物一把松开了掩掩一息的紫孝礼术 随后一脸戏谑地看着我 我就是现在杀了它你又能怎么样 身上毫无灵力的废物也敢大放厥词 此刻我牙自欲裂但也只能眼睁睁地看着 为什么在这种时候我都不能出手护住自己最小的徒 紫孝礼术颤抖地向前爬去 蜘蛛魔物说得没错 我现在只不过是个毫无灵力的废物 就是想要挣脱身上的蛛丝都做不到 下一秒紫孝礼术竟然把长剑丢到了我的身前 蜘蛛魔物见状一把拉住了紫孝礼术的头发按在地上 随即便听到它虚弱地喊到我的血 这一刻我才想起 龙族的血液可以压制任何种族的机能 现在沾满龙血的宝剑就是最后的机会 差一点点就忘记这个世界不只是有法术 我猛地向后一仰切断了束缚在身上的蛛丝 就算这副身体缠弱到何种地位 我身为剑术大师的魂厚经验也不会消散 蜘蛛魔物看着我只是冷冷的笑 他不觉得我这个废物能改变的什么 我迷家里什么都可以失去 但是唯独伤害我婆儿这件事情绝不允许 下一秒我便握紧剑柄冲了上去 只要心中信念不倒 就算是最弱的我也可以轻易将你击败 一道冰冷的剑芒划过了蜘蛛娘的脖梗 鲜血随即喷涌而出 蜘蛛娘或许到死也不敢相信 竟然是我取走了她的心意 在她没有正眼看我的那一刻起 这个结局或许已经注定 我凑上前去轻轻抚摸着这张好久没有见过的脸庞 真的是你 我最小的土耳里树 此刻失去主心谷的蜘蛛群突然涌了上岸 我挥动长剑发出一道破空之声 区区下的魔物还敢靠近 再往前意识我便灭了你们全组 蜘蛛群被吓得瞬间四散而逃 我扶着昏厥的紫啸李树 在幽深的洞穴之中寻找出口 我最小的徒儿 你究竟还有多少秘密在瞒着我 此温柔可爱的绿毛小萝莉 却是名副其实的萤火精灵女皇 也是六个徒儿中最富黑魔人的小变态 但是为了拯救重伤的李树 我只好硬着头皮向温地的领域走去 走出山洞之后夜幕已至 紫啸李树腹部的贯穿伤已经止住了血 但气息还是越发虚弱了起来 我轻抚着这张稚嫩的面庞 再怎么说她也只是个刚刚成年的龙祖小丫头 为了就为是把自己伤得这么重 还好这个破地方草要多 乎且是让伤口止住血了 明天再寻去处好好治疗一下 就在这时怀中的李树突然轻隐了一声 随后朝我的身上贴了过来 嘴里迷迷糊糊地念叨着师父好冷 我一个不留神就被她推倒在地上 这个时候说冷难道是伤口出现感染了吗 我害怕触碰到她的伤口只能暂时任她摆 终于紫啸李树慢慢地恢复了意识 突然就想起了自己在秘境时 不停地暗示自己的身份 而且刚才好像迷迷糊糊地喊了几句师父 这下该不会彻底穿帮了吧 我看着紫啸李树着急又紧张的模样 再加上她这段时间总是在刻意隐藏自己 我害怕这孩子突然被揭穿后 一时过激再伤到自己 只能假装什么都不知道的模样 一把推开紫啸李树 你这个卖药的醒了就别和我贴这么紧了 我们还有很多事情要办呢 见我一直在导致草药对自己的身份置自不提 紫啸李树只能硬着头皮颤身问道 你不认得我吗 我站着刚刚捣碎的药液轻轻涂抹在紫啸李树的伤口上 你不就是欺骗我的那个无良药剂师吗 不过你倒是长得蛮像我的一个徒儿 害我差点就认错人了 说起来要不是因为我 那个徒儿也不会离家出走的 紫啸李树闻言内心泛起了涟漪 或许那个徒儿不是因为你才离开的 如果是你亲手带大的徒弟 肯定也能理解师父的不义 况且或许你这个当师父的也是他唯一的亲人了吧 一个已经长大的徒儿不声不响地离开 也可能是因为他发现了一些不得不去做的事情 我盯着眼前这个懂事的让人心疼的女孩叹了口气 随后把刚才偷偷做成的扭扭堂逼了上去 我的那个傻徒儿最喜欢吃这种植物做的糖果 我看你长得和我徒儿这么想 应该也会喜欢吧 乖吃了就不疼了 看着我一反常态的模样 紫孝李树已经认定我发现了他的身份 只是没有出言拆穿 就好像小时候和师姐一起背着他做坏事 他明明什么都知道 但却从来没有戳破 只是默默地收拾着残局 我轻轻抚摸着紫孝李树泛红的脸颊 既不想被我拆穿却又暗示我自己的身份 果然还是和小时候一样 你说过要帮我恢复法术的吧 接下来我可就靠你了 突然一道疼痛打破了美好的宁静 紫孝李树捂着小腹露出痛苦的神色 我属下身子才发现药草 还是没能抑制住这么大的窗口 紫孝李树现在就得接受治疗 只见少女颤抖地看着我说道 去温迪那里吧 一秘境最近的就是她的森林了 现在奈希和新野兰都想抓我们 只有那里还算安全 殊不知另一边的温迪早已接到了新野兰的通讯 让她留意紫孝李树身边带着的一个天生魅骨的小魔力 温迪文言却露出了难以捉摸的坏想 只有我才知道 这个徒儿是个真正可怕的魔人精 本仪式的萤火精灵女皇温迪 竟然是一个傲娇的奶油泡芙小魔力 明明不想直面这个生性顽劣的可恶小魔 但为了拯救受伤的李树也只能出此下策 真的是 虽然贵为精灵族的至尊 但却像得难以控制的变态痴女一样 李树一直在安慰我没事 可这些记忆总是让我隐隐感到不安 就在这时一道婉转的声音传入了眼中 师妹你终于是来了 说吧 温迪竟然还朝着我的方向投来了一个不可描述的掩饰 博曹 这个小鬼是怎么回事 该不会发现我了吧 只见温迪一把牵起了紫啸李树的小手 发生了什么事 怎么这么不小心伤成这样 伤口没发生感染吧 紫啸李树寒暄一阵才想起介绍我的身份 这是我刚认识的一位好友 不料话还没说完就涌上来数位精灵女仆将李树扶住 你放心好了 我已经为你安排了最好的治疗方案 至于你的这个小鬼同伴 我也会帮你好好照看 说吧 紫啸李树就一脸猛逼的被中精灵抬走 只留我一人在风中凌乱 我一脸疑惑的问道 这个流程会不会有点太宽 总觉得有点不太对劲 温迪轻笑一声看向我道 你个小屁还懂什么 这就是姐妹情深 下一秒我就被温迪牵着跑了起来 只见她用一种不太对劲的眼神上下打量着我 小鬼跟我走吧 接下来本王亲自安排一下你的住宿 这个可恶的眼神一度让我怀疑 是不是已经被她发现了 就在这时一辆运化的马车从我身旁及时而过 根据我对精灵族的了解 这种布置应该是结婚用的才对 想到这我就询问起温迪 女王殿下 请问这是有精灵王室要举办婚礼吗 温迪支支吾吾的回答道应该是吧 心中却在暗叹居然被她发现了 神秘的精灵族会通过魔法契约澄清 只要在神术之下许诺誓言 两人的灵魂就会被魔法捆绑在一起 就算两人之前有什么深仇大恨 之后也会因为魔法契约的催动下疯狂迷恋对方 而且精灵族的诞生也是由神术孕育而出 所以同性结婚也是合理 温迪一脸坏笑的把我带进一间卧室 随后一腿横跨在门栏之上问道 我很好奇你和我家小师妹到底是什么关系 该不会是情侣吧 文言我差点喷出一口老血 殿下您真是说笑了 以你所见我就是一个小女生 只见温迪拿出一封密报慢慢念了起来 我最近可是一直收到大师姐和二师姐的消息 说让我好好留意紫校礼书身边的那个小女孩 既然你也不是紫校礼书的重要之人 那我也就可以毫无顾虑的把你交出去 这个消息简直就是一道晴天霹雳 下一秒我顾不上什么尊严直接就跪了下 女王大人还请明大人有大量收留了我 我希望能在这里受到您的庇护 温迪文言露出一副高高在上的表情盯着我 你这个小鬼留着又有何用 总得体现出一点价值才行吧 我这里可不养闲人 说到温迪缓缓脱下了自己的心 今天为了迎接你们两人 我的脚脚可是在高跟鞋里憋了一整天 来吧让我看看你能怎么处理 我一脸猛逼的看着事态的发展 只见温迪毫不留情一脚就踹了上来 真是个小杂鱼 快让本女王好好感受一下你的价值 焦的奶油泡芙小鬼终于得到了惩罚 被我一通狠狠教训之后 只能无助地委屈求饶 方才那股傲慢的姿态早就换成了哭脸 只见现在的温迪还坐在床榻边 高高在上的用脚蹂躏着我 一想到自己如今还得隐瞒身份居然理想 只能任这个顽劣的密途 尽情践踏我的尊严 心头莫名地涌出一股老男人 委屈低头的酸涩 温迪用戏弄猎物一样的眼神俯视着我 怎么了还没想出要怎么侍奉我的脚脚吗 你这个小鬼该不会是害羞了吧 你这个愚笨的小家伙 竟然敢对主人有想法 这可是要接受惩罚的哟 想要得到本王的庇护 就必须得要把你的全身心都奉献给我 我实在是没想到温迪这个逆途 竟然已经放肆到这种程度 和奈希相比都是有过之而无不及 下一秒地面突然出现了几条藤蔓将我缠住 你这个小家伙真当这里是自己家吗 想来就来想走就走 就温迪现在的状态而言 我甚至都不敢想象他会做出怎样出格的事情 下一秒他竟然一脸施舍的模样 取出了自己的贴身胖子 毫无顾忌地羞辱着我的最后一丝资念 一生生废物简直是要将我的心灵彻底击碎 想到现在自己懦弱无力的样子 就是连身边想保护的人都保护不了 我终于忍不住一把握住了温迪的手 在小鬼一脸震惊的目光之中 愤愤说道 这段时间以来我已经受够这些不间断的羞辱了 我最讨厌的就是别人叫我杂鱼废物 今天我就要让你们好好看看师父的威严 好好清理一下师门的歪风邪气 温迪一时之间被吓得尖叫起来 这些只是我的口头禅了 你的眼神怎么变得这么可怕 这些徒弟已经跟了我有些年头 每位徒儿的弱点我自然也是了如指掌 此刻温迪脸上傲娇的神色已经荡然无存 只能娇弱地询问到我想做什么 我握住温迪的脚露出了坏笑道 当然是为我们的精灵女王好好服侍一下 说罢我就使出了吃奶的劲狠狠钻向脚底板 一瞬之间温迪只觉得自己身上的力量好像被抽走了一板 脚底又痛又痒的感觉不断顺着小腿向上蔓延 下一秒她就露出了惊恐的神色 不断向我囚牢到不要再攻击她的脚底板 闻言我手上的力道反而是更加重上了几分 温迪紧紧咬着牙下门口爬去 生怕自己今天就要交代在这里 我一把握住了这个小鬼的妖枝硬生生拖了回来 女王殿下这是想要去哪里啊 我的按摩服务还没结束呢 下一秒绝望的求救声就传遍了整座城堡 在门外负责守卫的侍女听到声音也不敢进去 因为就在这之前温迪特意嘱咐了 不管发生什么听到什么也不要进去打扰她的养性 不多时温迪已经哭成了一只小花猫 看着我须多熟睡的身影只感觉一阵后怕 可恶的大师姐二师姐竟然敢骗我 不是说好了是一个手无腹机之力的小女孩吗 把人家的脚底板都按到没知觉 能知道我的这个弱点果然就是你 屋的傲娇泡服徒弟竟然发现了我的身份 还借着自己精灵女王的权力将我束缚在宫殿之中 打算对我娇嫩的身子行步轨之事 经过一场恶战之后 温迪向门口的贴身侍卫传达了几道指令 这时我迷迷糊糊的醒了过来 也不清楚这个顽劣的小鬼有没有发现我的身份 就在我分神之际温迪竟然猛的扑到了我的身体 可可恶 你是什么时候出现的 怎么一点动静都没有 温迪当即就擒住了我的双手 随后露出一副高高在上的表情道 在我的房间鬼鬼祟祟 东张西望是想要跑跑吗 明明才当欺负完人家就想着跑路了吗 这样子人家可是会伤心的 文言我便生气一股怒意 什么欺负 明明是你自找的 不料这个臭小鬼竟然冷不定一屁股 骑在了我的身上 表情也变得严肃起来道 你到底是什么来历 为什么会引来我的两位师姐追杀 偏偏在这个节骨眼上 我家师尊还消失了 没什么事我就先离开了 怎料这个顽劣的小鬼 骑在我的身上愣是没有一丝动作 这时我突然察觉到一种奇怪的触感 但我回头望去才发现 地上竟然有一件纯白的贴身衣物 温迪一脸坏笑的捂住了我的嘴巴 想逃也得看看本女王同不同意吧 在这座宫殿女就是叫天天不应叫弟弟不灵 继续隐瞒下去也没什么意思了 你也该对我吐露真言了吧 嘴巴这么硬 看来我要给你一些惩罚才行 既然这样我就不客气了 希望你能扛得住 见状我也只好咬咬牙硬撑一回 还有这个逆图真的是没有底线了 再这样下去我可要顶不住了 就在这时温迪的小手突然摸到了一个熟悉的东西 他也不顾我躺在床上哭啼吵 正正地看着手上的风铃 这个东西世间仅有一件 正是温迪多年之前赠予宝贝世尊的 见此温迪脸上的笑容逐渐邪恶起来 咬死也不承认嘛 这下正合了本女王的意 下一秒温迪坏笑着朝我比了个夜 手上还沾着一些奇怪的东西 我看了看床头那罐闻起来不太妙的不明液体 只能委屈地朝温迪狡辩 我都说了 我根本就不认识什么新野兰奈喜 李树也只是我在路上碰到才结伴的 温迪文言则是一脸无语的看了过来 这是不打自招啊 名字念的都这么数 可就在这时温迪却拉着被子朝后退走的 那看来你确实没什么事情瞒着我 那就这样吧 睡觉觉了 看着我震惊的模样温迪坏笑地说道 还不睡是欲求不满吗 我吓得直接转过身去不敢再多说一句 指出邪厚紫孝礼树便打算来找我 不料却被门口的卫兵 以尚未痊愈为由拦住 而且还是温迪亲自下达的指令 紫孝礼树隐隐察觉到了一丝异常 明明是在最安全的宫殿 现在却安插了这么多士兵把手 就在另一边 一封密报被送往了奈希和新野兰的注入 毒的炮福罗利小鬼 在得知我是师父之后反倒是更加猖狂 把能做和不能做的事情 都强加在了弱小的我身上 温迪在那晚之后突然就安分下来 和王宫里的大臣商讨了一天的事情 难不成这个臭小鬼真的有在为我着想吗 若是能暂时避开新野兰和奈希道 也不是不能屈于人下 曾听过精灵族的神术可以净化一切魔法 也不知道能不能消除我身上的魅力 次日一早只觉得胸口不断传来沉闷的压抑 做着美梦的温迪竟然直接把我当成包子砍了起来 一股触电般的感觉瞬间把我吓醒 这才发现这个可恶的痴女小鬼 竟然和我睡在一起 见到我剧烈的反应 温迪反倒是一脸邪笑着说道 昨天晚上我们明明都酿酿酱酱了 你怎么还这么害羞 说罢后这脸皮继续躺在了我的胸口 人家这不是为了防着新野兰和奈希突然夜袭吗 再说了都这么久没见 你不得好好温存一下我们的仕途情吗 听到这话我瞬间压麻呆住 随即立刻开口问到什么仕途情 温迪迷糊糊这才发现自己说漏了嘴 我看着臭小鬼一副做贼心虚的模样顿时醒悟 他果然是发现了我的身份 照他的性格也不可能对陌生小女孩做这种事情 温迪黑黑的笑着说道 你这个臭小鬼在想什么 我这不是想着和你试图破一下吗 说罢他二话不说就拉着我朝宫殿走去 眼看事情快要隐瞒不住 温迪心想着必须加快一下计划 没想到几年之后城堡确实变得更加神秘了起来 见我一副没见过世面的样子 温迪当即就开始介绍了起来 这里新建的药池温泉可以快速恢复人的体力 特别之处就是情侣如果进了这里的话 那就算是酿酿酱酱一整天都不会疲惫 下一秒温迪不知从哪里摘了一枚蓬蓬瓜 脸上的表情也变得邪恶起来 这种水果内含有大量润滑的水分 在两人相互修炼的时候使用在何时不过 想到这我差点没忍住当场逃离 不然温迪又拿出来一颗红色的果实了 差点忘了介绍我最喜欢的这种果 它的味道我超级喜欢 而且还是酿酒的绝佳材料 因为它含有大量的糖分 要是在轻轻的时候含着一颗的话 两人的舌尖就会感受到让人欲罢不能的甜蜜 文言我顿时虎去一阵 这个可恶的臭小鬼真的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虎狼之词吗 见他还要推广 我立刻白手打断他道 听说你们这边有可以抹去一切魔法的神术 这是真的吗 温迪文言当即就对我上下七首 你这个小家伙是在暗示我吗 就这么好奇我们用来结婚用的神术吗 不瞒你说本女王能帮你逃脱追杀的方法 就与神术人关 乌的泡芙罗利徒弟打着帮助我逃避追杀的幌子 反手把我带进了四人温泉泳池 还借机下药将我迷晕当场 趁着四下无人打算对我娇嫩的身子行不轨之事 听到温迪嘴上说着可以帮我彻底摆脱另外两位徒弟 现在已经深入虎口只能死马当活马医了 于是我弱弱的询问道 你这应该不是让小女出卖肉体的方法 温迪一阵坏笑然后回答 这谁知道呢 事不宜迟咱们马上就开始准备吧 说吧温迪伸出小手朝身后待命的女仆指示 精灵女仆在看到指令后立刻动身照计划进行 两人顺着森林把我带到了一片四下无人的温泉 温迪二话不说当即脱下了身上的衣服 小家伙你也赶紧 开始之前让我们好好放松一下 蒸个桑拿也好清醒清醒 此刻我蜷缩在角落感觉自己就是个带崽的羔羊 温迪黑黑的笑着 蒸桑拿可是我们精灵族最高的代客之道 你这个小家伙就不知道尊重一下我吗 昨夜我可是为你商讨了一天的事情 赶紧和我一起来放松 好好感受一下 蒸汽灌体大汗淋漓的快点 直觉告诉我这个臭小鬼十分的不对劲 他极有可能是在骗我脱下衣服 然后好检查我身上的印记 就和其他几人一样 吃一剑长一致 我这次可不会再上你们的档 哪知温迪也不管我有没有脱衣服 自顾自的在石头上洒了一堆奇怪的液体 下一秒液体就在滚烫的温泉石上挥发成了蒸汽 突然温迪一把搂住了我的肩膀 你这个小鬼也真的是 咱们什么都没开始你就脸红成这样 蒸汽的作用随即开始生效 煞食我只觉得体内一阵燥热 温迪贴了过来道 小丫头这是怎么了 要是没力气的话姐姐来帮你拨 察觉到不对劲我立刻就打算离开这 奈何温迪早有准备一下就勾住了我的脚 真的是逃什么逃 这才刚刚开始呢 说吧温迪又朝着石头洒了一滩液体 这次头晕的感觉更加强烈 脑袋热得快要不行了 我马上双腿一软倒了下去 温迪看着昏倒的我黑黑一笑 师傅这个笨蛋 随便一片就乖乖跟着过来了 我早就知道你警局不会脱衣服 这么高的温度让药水生效的速度大大提高 就是换谁也不可能扛得住 你就乖乖睡吧 再过两天之后你就永远都是我们了 让你冷落人家这么久 现在我要你全部还回来 此刻一封密信被紧急送往城内 小修女看见内容立刻朝着宫殿跑去 新野兰忐忑地接过信封 心中的那一份悸动立刻狂热起来 这个可恶的小鬼 明明用魔法就可以通讯非要送信过来 另一边躺在床上的奈希也收到了同样的信件 那女孩当成徒弟 这个可恶的泡芙小鬼却缠我的身子 竟然把我迷晕之后直接准备了结婚蛋 两日之后的精灵城堡内 子孝李树还是被困在天宫之中 殊不知一个熟悉的身影悄然而至 新野兰竟然找到了正在沐浴的李树面前 一道冰霜法术瞬间在新野兰的手中绘组 磅礴的寒气似要将整座宫殿都化作冰雕 你这个可恶的小偷 没想到吧 我们这么快又见面了 这一次没有可能再让你逃走 立刻把那个小女孩给我交出来 看在同门的份上我不会要了你 子孝李树冷冷的问道 你是怎么找到这里来的 突然一道黑紫色的法阵出现 奈希竟然也出现在了子孝李树的浴室之中 你这个蠢货真是有够愚钝的 这个臭女人一进来就找到你明显是早有安排 子孝李树虽然早有觉察 但还是不可置信的问道 难道是温帝师姐出卖了我吗 奈希一把将子孝李树壁咚在墙角 你不信也得信 只要乖乖把那个小女孩交出来就没事了 突然间一道锁链飞速朝着这边醒来 瞬间就将奈希困在了原地 好啊你个奈希竟然敢跟踪我 文言奈希气鼓鼓的说道 什么跟踪 我也是收到温帝的来信后光明正大的感觉 你这个雄大无脑的蠢蛋还不快点给我松开 子孝李树这时愣愣的开口道 你们不会以为范困子在我手里裁过来的吗 两人当即就鸡里呱啦吵了起来 不然呢我们还会关心你复仇 可就在这时李树开口道 被温帝安排疗伤后我也好几天没有见到范困子 两个鱼木脑袋顿时反应过来 这不就是要将我们一网打尽吗 说到这里地面突然冒出几颗嫩 下一秒精灵族的守护职瞬间冒出藤蔓 将这个房间里里外外都包裹起来 耐气一瞬就被疯狂蔓延的枝条倒立掉起 新野兰这才解释道 这种防御对魔法和物理攻击全部免疫 一旦开启若是没有对应的药水就逃不出去 子孝李树咬着牙心中生出一万个疑惑 温帝师姐这样做到底是为了什么 这是楼下的守卫向温帝汇报了天宫这边的情况 只听温帝黑黑的笑着 这些师姐们终于还是上当了 这次就没有人能再来妨碍我了 我等了这么久 这一天终于还是到来了 快醒醒吧犯困子小鬼 该参加我们的婚礼了 再来了 这是奶油泡芙小鬼最有希望的一集 三位最强大的师姐妹全都被精灵族保护至困在了天宫 婚礼的各种仪式也准备完毕 这时我朦朦胧胧的只觉得脸上有一阵柔软的触感 睁眼后才发现温帝趴在我身边说着结婚 下一秒我猛地坐了起来 什么结婚 谁结婚了 温帝当即伸出小手和我食指向口 当然是我们俩了 在神术下完成牢不可破洗劫脸里的事业 此刻我只觉得头脑一片空白 自己明明是在争丧拿财队 这个臭小鬼到底要搞什么 还是说这又是什么试探身份的把戏 想到这我一把推开了温帝道 陛下没必要再试探我了 我早就说过了吧 我才不是什么迷家里 温帝文言黑黑一笑 这我当然知道 也就是因为你不是我的师父才要和你结婚 如果是师父的话 岂不是违背了伦理 现在婚礼的现场已经按照精灵族最高规格布置好 四爷和庆典现场都是我精心挑选的 这下我才发现这个臭小鬼居然是来真的 吓得我双腿一软哆哆嗦嗦的说道 我们才见面没几天 你身为精灵族的女王怎么能这样 要是真的结婚了 暴露身份什么的好像也不那么重要 随即我就大声向温帝坦白道 我就是迷家里 我就是你的师父 所以这个婚我们不能结 温帝看着我着急的模样反倒是兴奋起来 那刚才谁还说不是来着 再说了我师父明明是身高八尺的大男人 你这臭小鬼算了什么事 女孩可要对自己说过的话负责了 你要真是我师父的话 我就不能和你结婚了 咱们赶紧走吧 就算现在你不喜欢我 经过神术的洗礼之后 也会变得只爱我一个人 温帝将我带进了森林族最神圣的中心神术 此刻温帝的小手紧紧地牵着我 她也早在第一次见到我之后 就确认了我是迷家里无疑 昏睡了两天的我还处在一脸猛逼的状态 温帝这次真是捡了个大落 这些笨蛋师姐竟然就这么把线索交给了自己 师父还在最柔弱的时候主动送上门来 为了完成和师父结合的愿望 也只好委屈一下你的李树 两位师姐必定聪明反被聪明误 再过一会师父就要变成只爱我一人的师父 这时司仪宣布道 女王大人的结婚仪式正式开始 最终我还是小声地向温帝询问道 为什么非要找我结婚不可 听闻此言的温帝竟也一改往日傲娇的表情 天宫内的三人被守护之死死地困在原地 这时新野兰慌张地说道 李树 李小时候和温帝玩得最近 你知不知道他对师父 有没有除了师徒情之外的感情 紫孝李树在遭到温帝的背叛之后 案子神伤了很久 如今还被光着身子五花大绑在天宫 奈希知道温帝这个臭小鬼 绝不是在开玩笑这么紧 必须要尽快挣脱束缚才行